可以聽中文的版本啦 你說過你叫做 為我不會忘記的 會有絕對聲道的一個功能 真的嗎 喔 很快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伯伯 歡迎來到紅石莉開箱頻道 今天呢 繼上一次 Google爸爸呢 送了我一支Google Pixel 5之後 喔 真的好寫 它已經成為我現在的愛用機了 你看 我已經完完全全取代我之前的Google Pixel 4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 使用Google Pixel 5的一些心得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 先去看一下之前的介紹影片 今天呢 我們來開箱的是 登登 Google音響的Next Audio 喔 其實我之前 它在出Google Home 跟Google Mini的時候 我就蠻想買的 但是那時候不支援中文的部分 所以它要講英文 那你也知道 我的英文沒有非常的好 那它這支寄過來呢 就是可以聽中文的版本啦 我已經幫大家實測過了 我前面已經先測試過 就算你的見面的Google Home 一直都是英文 它也只要你唸什麼 OK Google Please 你都不用理它 你就跟它講中文就對了 它會回你中文 現在播放的是來自 KKBOX 等等 OK Google 瓶子 好 很乖 5顆 你位置附近找到一些有關瓶子的地方 瓶子 第一家是大同區太原路 不是停 OK Google 停止 好 很好 剛剛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怎麼突然辨識到我的聲音 然後我剛剛已經經過了一番的設定之後 我發現它有幾項功能 可以跟大家就是推薦我會用到的 也有幾項功能 可以跟大家介紹它有的 但我還不會用到的 那我今天收到的是粉碳白 OK 這樣子就是 本尊出什麼 我摸它它會叫真的你看 什麼意思 蛤 突然播起音樂來了 剛剛設定它就蠻好玩的 它會不斷跟你對話 然後辨識你的聲音 你還可以設定它怎麼造 OK Google 你怎麼稱呼我 你說過你叫做為我不會忘記的 OK Google 改變我的稱呼 好的 我該怎麼稱呼你呢 親愛的 你希望我叫你親愛的 對嗎 不要好了 我該怎麼稱呼你呢 保持原樣 你希望我叫你保持原樣 對嗎 不對 好的 你隨時可以前往Google助理設定頁面 變更你的名字 謝謝 畢竟是AI智能嗎 可能現在還沒有辦法很流暢 還是跟你做對話 它會有一些蠻天然呆的樣子 我覺得蠻酷的 而且在剛剛大家聽到了 就是聽到它的音質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接觸 Next Audio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會看一下我們Google爸爸給我的一個 十大重點特色 但我沒有去研究過它的價錢 所以我一直以為 智慧音響 智慧家電 應該都會比一般的家電來的貴 但沒有想到 我目前手邊這一顆呢 它是3180元 它呢就有講說 比起第一代的Google Home 它的音量增加了75% 低音還增加了50% 它的聲音是蠻好的 再來呢其中有一點 你可以把它當作兩顆喇叭做使用 等於說如果你今天買了兩顆 你把它放在左右兩邊 它播音樂的時候會有左右聲道的一個功能 可以同時播同一首音樂 它們是同一個連線系統 它可以因為現在環境當中的噪音啊 居甲音量來提升跟降低 它回應你的一些音量大小 我覺得算蠻智能的 以及呢有一點我覺得蠻棒的 它這次所採用的材料有1% 70%都是回收再生的材料 另一個顏色是石墨 還有把它就貼在這邊 接下來幾點的話其實都跟它的音效 比較有關聯 因為像我們家是沒有智慧家電的 所以對我而言最大最大的用心 就是拿來播音樂 這點對我而言是蠻實用的 因為我自己跟在家的時候 就少不了音樂的陪伴 目前能夠支援的啊 就是像YouTube Music Spotify My Music 跟KKBOX 但它也支援了一些就是 Google日曆幫你安排行程啊 Google的通話系統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跟我們的主角互動 OK Google 今天的天氣怎麼樣 台北今天將會是多云時音的天氣 高溫29度低溫25度 目前氣溫29度多云時音 因為它在你設定手機的Google Home的時候 它就會設定你的地址 加上你手機其實它連接的話 你有打開GPS的定位 它會知道你鎖在地址哪裡 如果你很擔心它已經聽到你的聲音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背後其實有一個 麥克風的頭 你只要把它給打擊 麥克風已關閉 OK Google OK Google OK Google 它就會前線一個橘色燈 它也不會毀你 這是他們想的隱私權保護的部分 打開這一箱裡面 它有一張說明書 裡面就有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去連接Google Home啊 你要怎麼去做一些開關 加上它其實摸上面 這個是它的音量 它觸控蠻好的 就是它音量跟播放還有暫停鍵 再來的話它就是只要說出 OK Google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它不會辨識到了 好 沒 抱歉 我不太明白 沒事 你可以跟它玩一個腦筋集就能玩 OK Google 等一下 我的手機也響了 不是 把我的手機帶去我房間 OK Google 月亮有多遠 每日頭條網站的資料顯示 平均而言 從地球到月球的距離約為 二十三萬八千八百五十五英里 如需了解詳情 請在Google Home或Google助理應用程式中 點選相關連結 酷 而且它有傳一個東西到我的手機裡面的樣子 應該是這樣 西班牙的首都在哪裡 西班牙的首都是瑪德里 首都 他說首都嗎 瑪德里不是 就是你可以問他一些腦筋集中 欸 亂想到一個 OK Google 幫我算數學 出個加減乘除讓我試試 三十乘以二十五加二十加五十 減一百除以三 三十乘以二十五加二十加五十 減一百除以三 約為七百八十六點六六七 幫Google掌聲鼓勵一下 設鬧鐘的話呢 三十秒後的鬧鐘 設好了 你的鬧鐘已經設在下午四點十二分 所以大家知道我拍這部影片的時候是幾點了 好 我們看三十秒之後他會不會響 我不確定他是響我的手機還是響的 響了 OK Google 停 喔 還可以廣播欸 什麼意思啊 OK Google 廣播 抱歉 看來沒有其他已連線到家用網路的喇叭 因此我無法廣播你的訊息 懂 因為其實他是要就是你有連接到很多個 例如我可能我現在主播室有一顆 哥哥房間有一顆我就會說呼叫哥哥 他就會幫我呼叫哥哥說 微微找你 這樣功能還不錯對不對 再來的話他也可以跟你玩一些遊戲 例如 OK Google 告訴我一個笑話 小魚問大魚 大魚 你 喜 喜歡 吃 神 麻 大魚答 我喜歡吃說話慢的小魚 小魚說 這樣子先走 這是冷笑話吧 Google 好 謝謝 喔 還可以尋找我的手機欸 真假 OK Google 尋找我的手機 我找到了幾支手機 第一支手機是Pixel 5 要我幫你讓這支手機想一下嗎 要 抱歉 請問你想讓Pixel 5想嗎 想 抱歉 我還是沒聽懂 請稍後再試 什麼意思 我剛剛不是說想跟要嗎 OK Google 尋找我的手機 要我幫你讓這支手機想一下嗎 要 需要 抱歉 請問你想讓Pixel 5想嗎 我想 抱歉 我還是沒聽懂 等一下我回答什麼 他才會 稍後再試 如果實測出來 或是有觀眾朋友你們實測出來 這要怎麼尋找我的手機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要不要回答什麼 才會讓我的手機正確的靈響出來 好 再來的話我們試試看一個比較艱難一點的任務 OK Google 用KKBOX播放 黃氏兄弟的不專心 沒問題 黃氏兄弟的不專心 將會透過KKBOX播放 真的嗎 喔 很快耶 唉唷 我等一下剝自己的音樂 不然會有其他的版權問題 而且他音樂還蠻好的耶 我來試一下喔 OK Google 最大聲 太大聲了吧 好啦還行 他的音樂真的蠻好的耶 OK Google 換黃氏兄弟的室友 立刻透過KKBOX播放 黃氏兄弟的室友 他播放黃氏兄弟的室友了 你有選歌嗎 所以我告訴他要播什麼歌 然後他就幫我播了 他不需要你去按什麼動作 他就可以網路上搜尋 我有連接我的KKBOX OK 好來試試看 OK Google 我來選一個 播放專家模式 好 我會透過KKBOX 播放黃氏兄弟的專家模式 你沒有跟他講成黃氏兄弟的耶 你沒有跟他講成黃氏兄弟的耶 不然誰都知道 不然專家模式是誰的 這個四個字要重疊真的蠻難的喔 要叫他什麼 OK Google 可以Google姐 他不理你 你在異讀耶 OK Google 播放光 抱歉 我不太明白 OK Google 播放黃氏兄弟的光 幫你在KKBOX上播放黃氏兄弟 他沒有聽到光耶 他不幫黃氏兄弟 黃氏兄弟 黃氏兄弟的光 好啦好啦 還不錯還不錯 我來試試看 喔 我知道了 OK Google 你能變成男生的聲音嗎 前往Google Home應用程式 就能變更我的聲音 好 我現在變換 來試試看 OK Google 介紹你自己 我是你的Google助理 我可以幫你預測明天是否要帶雨傘 好酷喔 他可以變換成男生的聲音耶 好算了還是比較熟悉Google姐的聲音啊 喔 有有有 我知道了 我在Google Home上面有個流暢對話 我可以把我的流暢對話給打開 這樣之後他就會直接的做一些紀錄這樣子 總而言之呢他還能夠幫我打電話 但是現在最近大部分都打Line嘛 就比較少人是直接撥打電話號碼 不過他也能幫我這麼做 甚至還有Google購物的 就是提醒我要購物的東西 他可以播放Netflix 蠻酷的 我在我的Google Home上面看到了 然後還會就是 回答你一些問題啊 如果你有在投資股票的話 他也有 甚至你也可以搜尋說 你要在哪裡吃什麼樣的餐點 甚至預定航班飯店等等的 交通方式我倒是沒有看到 OK Google 幫我叫計程車 抱歉 我沒聽懂 算了 他可能不記得這個功能嗎 但我真的蠻期待以後耶 你們有沒有想像過一個世界嗎 就你起床 你就只要說 幫我拉開窗簾 然後就有人幫你拉開窗簾 讓早晨的陽光灑進來 幫我烤吐司 然後吐司機就會自動 幫我泡一杯咖啡 咖啡機就自動泡咖啡 不覺得很期待這樣的生活出來嗎 甚至直接說 一個我幫我起床 然後我的床就會立起來 啊 怎麼辦啊 懶人生活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Nest Audio的一個小小的開箱 那我覺得他應該還有蠻多的功能 加上他有很多的智慧裝置給 可以去延伸他的功能 其實在未來科技 越來越進步的時候 我們的智能AI 可以越來越就是 幫助我們的生活更便利啦 OK Google 跟大家說再見 抱歉 我不太明白 重複我說的話 我想照你說的念 但你的聲音太有詞性了 你得我暈頭轉向 OK Google 說掰掰 我會在這裡待命 好啦 那就 他沒辦法跟大家說掰掰 就這樣吧 那我們就 開啟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喔 也可以跟我們的Facebook和IG Facebook和IG追蹤喔 黃學弟 下次見 掰掰 因為你是我們的來賓 你要坐在我的座側 你知道嗎 沒有人臉辨識真的是 對我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因為我早上跟晚上長得不太一樣